來看到這個疫情影響的路口幾歲 這是國際路口組織公佈 上新的武器 說這個今年專求路東 攜手 跟疫情發生 進展的兩年前燒焦平 說已經威縮四點三趴 檢查一億多的專制的工作 集合影響最大 其實是少年的路線 美國路動力發展中心 民眾在外面排到熱熱等 這些都是要來申請 營業救助金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 專業的路動攜手已經救水這麼多 國際路口組織 27公佈上新的武器 今年專業的路動攜手 和疫情勃發進展自空 一九年跟疫情起來 已經救水四點三趴 比六月半倍三趴後更惡化 這樣算下來差不多是 孫織一億二千五百萬的專制的工作 特別是中級收入的國家 營業起來的這個攜手 加強嚴重 國際路動作 國際路動組織還會發現說 少年人受到疫情影響 手藝的這個攜手最大 國際路動作出國際 這些激活的國家 他們去拿到疫苗的困難度 如果有疫情改善 這樣在那一整個月的時間內 這樣在那一整個月的時間內 工事就能夠恢復到 夠進度 能夠進度這個比較富裕的經濟體 不然就比目前的 就業市場看起來 好像是打開打開 沒那麼好 反正今年第四個月的時間 好像可以稍微改善一遍了 公司新聞 定義人編譯 好 好 谢谢大家